一切众生 一切要知道 一切众生所爱好的 你是现在众生 别的都不知道了 全忘干净了 只认识其 我又不爱才的 那要怎么做众生 发财啊 标上发财 不过过度来了 来了不骗他 真的 身材有大道啊 我跟张家大师见面 头一天 他就叫我这个 因为他叫我看破方向 我问他从哪里下手 我问他这个 是佛 佛的境界高 怎么能欺辱 他叫我看破方向 我向他请教 从哪里下手 不是 就叫我 他老人 经验很丰富 告诉我 我是个很普通的人 命不好 命中没有财库 人家财库 满的 李嘉诚财库满的 我的财库空的 什么也没有 命里头没有观音 没有做观的命 而且 而且 寿命短 四十五岁 老人的交合 教我 怎样得到财富 财博士 我说我们有钱 生活得很困难 哪来的钱 不是 老师告诉我 一毛钱要不要 一毛钱要不要 可以 一块钱要不要 一块钱要勉强 还可以 行了 你就从一毛一块 骑 不实 要有不实的心 心 不能失掉 有这个心 遇到这个机会 不要把机会放过 这叫我 是身材有大到 不实 越实越多 越多越实 不要急财 急财 三道 成佛大到 破坏了 世间大富大贵 也破坏了 财不亏计 要是 存在银行不行 会贬值 那不是自己的 有多少就不是多少 越实越多 所以 做慈善 利益 天下 重生 解决大家 生活上的困苦 不为自己 不为自己 这就是真正懂得 身材之道 那真叫财神 那为人 不为自己 中国古事后 大陆上 接财神 是要 范利 范利 帮助勾建 恢复了国家 那他知道 构建 这个人 可以共患难 不能共富贵 所以 事业成功了 他就溜了 就逃走了 改信民 叫陶祝宫 带着西施 两个人做生意去了 经商去了 三年发财了 把他所得的这些财富 统统做资产事 三财 从小本生意再做起 三年就发了 三举三三 中国人把他看作财神 在拜他 向他学习 对了 财布师的财富 就财富这么来年 法布师的聪明智慧 无微布师的健康长寿 种什么样的因 得什么样的果 三荣布师 多欢喜修 这个人 有财富 有聪明智慧 有健康长寿 真正 功修功德 婆修 婆德 不修 不得 真正相信佛的话 佛菩萨决定不会欺骗人 你只要相信他 肯定没错 所以我听张家山寿的话 就发现 学这三种布师 自己没有能力了 以前不去寺庙 学佛之后就逛寺庙了 寺庙里都有印镜 有放生 好事情 印镜放生 大家拿个纸单子来 一个人多少都不拘 一毛两毛野兽 一块两块野兽 那我们就凑我 绝不会让他恐怖 寺庙常常干这个事情 每个星期天都发生 真的 老师的话 对象 三个月之后就有效果出来了 真的 收入多一点了 有些外财进来了 老师叫的 有多少 是多少 留下来自己 生活费用够用了 就行了 其他的统统会不是 四十五岁以后 张家大师的话 全对显了 三种布施 三种国宝 非常明显的 增长 那我们就 什么顾虑都没有 放心大胆 去做 明天 明天没有来 不要去理他 绝不想明天 今天我能做多少 我就做多少 要有这种胆 有这个胆量 有这个认识 有这个认识 随一身 张家大师告诉我们 真能一教奉行 一身 佛菩萨照顾 自己 把照顾自己的事情 统统放下 不要去理会了 对 没错 自己 想自己 都是妄想 妄想 不能变成事实 佛菩萨 给我们安排 神经 逆经 统统都是好境界 统统都是帮助我们 提升自己 那 确实感受到 这个佛菩萨 加持 对佛菩萨 生气感跟铁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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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